行人地獄亂上在各地還是不斷的發生 有民眾在台南的家裡 透過路口檢視器呢 直擊到了離譜的這一幕 一對老夫婦在路口整整等了91秒 竟然都沒有車要禮讓通行 連巡邏遠景前來協助 車輛同樣是不理會的 畫面曝光之後讓民眾調侃實在很諷刺 而另外在高雄左雲有騎士也募集 前方機車呢不只闖紅燈右轉 還差點撞上正在過馬路的一家人 一對老夫婦互相攢扶 緩緩來到路口沒有交通耗制 只能左看右看要過馬路好困難 而機車轎車公車咻咻咻 一輛兩輛統統沒有要讓的意思 走了兩步又停下來 從此定格就這樣過了91秒 終於救兵出現 旋逻遠景見狀前來協助 但誇張的是 就算是警察車輛同樣一度不甩 只能趁空檔幫老夫婦過馬路 當然很危險啊 尤其又沒紅綠燈 台灣其實這種事情也層次不窮 會觸目驚心 透過見識器在台南家裡 直擊到這驚險一幕 畫面在網路曝光 民眾也直呼風頭過了 想要過馬路就得賭賭看 當然也有人說這樣的情況 必須好好表揚警方 在此呼籲替機車駕駛人 行進入口見行人穿越時 應暫停離浪行人優先通過 而另外在高雄左營 華夏路上的正幕也很扯 機車騎士一前一後 超車往前看到紅燈還直接右轉 重點是當時剛好有一家子 正好在過馬路 騎士也不管一樣照床 檢舉人影片資料 查明相關事實 依法資單舉發 6月初被民眾直接拍下 警方獲報也將細查 傳紅燈就很離譜了 要是撞到人 這下恐怕不是被檢舉開罰 就能沒事 借台南高雄做不到